炸了个擦了,猎老二这帮汉匪又想搞事情,猎老二也太嚣张了,他们看这头流浪熊狮,已经饿得只剩下皮包骨,于是都围绕着熊狮不停的狗叫,他们想上去和熊狮掰掰手腕,熊狮兽是兽有肌肉,他根本没把这群猎老二放在眼里,无论猎老二如何狗叫,熊狮依旧很镇定,没办法,这就是熊狮的王霸之妻,只见熊狮驻在此,他仰望天空放声怒吼,就这个气场,都能吓得猎老二不敢再来, 靠前,即使猎老二狗多失重,他们也不敢贸然上去掏熊狮,毕竟被熊狮矫正脊椎的画面还历历在目,这帮二狗子还是很理智,并没有因为熊狮很瘦就上去掏它,这可能就是血脉压制,在另一边一群鸡肠鹿鹿鹿的猎老二,发现了躲在草丛里进食的牧师,于是这帮二狗子就想上去蹭饭,但是很奇怪,通常这个数量的猎狗群,面对一两头猎狮,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就冲上去,然而到目前为止,他们都在远处, 嗷嗷呼呼叫,并没有直接上前去打劫母狮的口粮,出现这种怪异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二狗子嗅到了熊狮的气味,这群二狗子东张西望的,估计就是在找熊狮,他们唯一害怕的,就是被熊狮按住矫正几堆,四轮都能给他们改装成三轮,谨慎的猎老二迟迟不敢对母狮下手,但是这帮狗子的狗叫声,让母狮很是有点烦躁,但母狮拿他们也是求办法了哟,惹不起就只能躲,母狮不慌不忙的站起来, 他准备提着地上的食物回家,这真是我擦了,还带打包的,猎老二看母狮要把食物打包带走,他们就不乐意,狗叫声越来越大,有胆子比较大的还尝试靠近母狮,这把母狮也是急够呛,被这群狗子纠缠上,真是倒了八倍的血霉,母狮现在也有点无可奈何,狗又走不掉,狮又吃不下,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,猎狗群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, 原来是熊狮赶过来了,两头熊狮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,响叮当之势,就把坐在远处晒太阳的猎老二给按住了,这他马上打锅里去,平白无辜就挨顿揍,这下完独死了,这猎老二指定是报废了, 一头帅气的狮王围着微博出门觅食了,狮王的发色合着野草的颜色高度融合,这让狮王能够很好地隐藏自己,狮王浑身散发着王霸之气,他的眼神里充满了自信,他的不太卖的也很有力,看这样子就知道是赶着去吃习的,如果你没猜错的话,那就一定猜对了,狮王已经发现了狩猎的目标,他压低了肩膀,借着野草的掩护,一步步向猎物的方向靠拢,狮王看距离已经差不多, 完全拿捏猎物的时候,于是就加速冲着过去,我擦了,一头黑斑领就这样被狮王控制住了,不知道这黑斑领是不是在走神,狮王已经走到那么近的距离,他都丝毫没有察觉到,狮王直接扑到黑斑领,利用自己几百斤的体重压制住黑斑领,能看见黑斑领的头上有一对很长的鸡脚,如果狮王背着碗也给戳到,那他马就完独死了,但是以狮王的捕猎经验来看,他是没那么容易就被戳到的,狮王现在已经咬住了黑斑领的脖落, 但是黑斑领还不想就这样被送走,他还在和命运做抵抗,他用力站起来,同时还想用后脚去击狮王,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,狮王把他的四肢也是控制得死死的,黑斑领真是倒了八辈子血肥,自己吃饭吃得好好的,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饭,这他马上哪说了一却,黑斑领还很绝交,他愣是不肯屈服,想从狮王的嘴下逃生,那几乎是不可能的,被咬住脖子的牛老二都没这个实力, 更别说这只黑斑领了,无论黑斑领怎么挣扎,狮王都不带搭理的,狮王早已经拿住了黑斑领命运的咽喉,黑斑领现在这些反应完全可以理解成,是因为呼吸不畅导致的,他很急迫,急迫的想要呼吸到新鲜空气,然而他越是挣扎,体力消耗的越快,这么搞下去,只能更快的把自己送到, 随着时间的推移,羚羊的挣扎幅度越来越小,看来是大陷将至,最终,黑斑领和大家预想的一样,倒在了狮王的口中,最后进入了狮王的腹中,那个擦了,即将上演一步追合被追的大骗,这是一场那个擦了,出大事了兄弟们,项群在赶路的过程中,遇到一只狮群的骚扰,而且狮群里狮子的数量还不少,项群成员并排一起向前冲锋,就这个架势,愣是把狮王都看傻了也, 由于项群突围的步伐非常快,这就导致了项群里的项小宝跟不上步伐,这对母子就成了狮群狮狮猎的对象,虽然这对母子已经脱离了项群,但是狮子并不敢贸然出手,要去招惹一头和包的母像,那可不是闹着玩的,但是鸡肠鹿鹿的狮子并不想放弃这次机会,他们与大象母子对峙了起来,母像身后的项小宝,是他们今天主要的狮猎目标,向小宝非常听话,一直跟随在妈妈的身边,不敢离开半户, 这就让狮群很难找到出手的机会,并且母像还一直对熊石进行出风,气势这一块,母像还是拿捏得死死的,不管你是草原什么王,在陆地坦克面前,那都拿不上桌面,母像带着自己的孩子找到了突破口,很快就冲出了狮群的包围犬,但狮群并不会就此罢休,他们一直尾随在象群的后面找机会,我不其然,一头落单的半大小子被他们发现了,虽然这半大小子的体型已经很大了,但是他并没有成年大小子, 像那么可怕,狮群在成年熊狮的带领下,他们对拿下这头半大小子非常自信,很快,狮群就把这小子给围住了,这小子非常勇猛,面对狮群的包围,他直接就去干,但他远没有狮子的神法灵活,体力消耗非常严重,死狮一头狮子抓住机会,直接跳到了大象的背上,这是狮子拿捏大型目标的常用手段之一, 在四小七背部的同时,利用自己的体重拖垮对方,很多牛耳二也是被这样拖垮的,狮群看大象已经严重体力不支,于是一拥而上,面对狮群的集体冲锋,这半大小子很快就招架不住,最终轰然倒地,这真是我擦了,不得不说,狮群是真的猛,这头大象倒地后不久,便被狮群合力送走了,接下来就是干饭时间, 这头大象在这个旱季,拯救了这只狮群,这次是真的出大事了兄弟们,草原法拉利叶豹出来秀身法了,众所周知,猎豹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动物,只要被他盯上,那几乎就跑不掉了,在速度方面,草民羚羊也是有着一席之地,只见地上烟尘滚滚,羚羊不停地秀着身法,他想利用急速变相来躲过猎豹的追击,然而这些花里胡哨的身体, 在猎豹演练,那就是家常便饭,大家都很清楚,玩到快才是真的快,猎豹转弯从不减速,所以小羚羊在猎豹面前玩这一招,无异于关公面前耍大刀,在这场速度与激情的追逐之下,猎豹是为了吃一顿饱饭,而羚羊则是为了活下去,所以羚羊必须全力以赴,哪怕把发动机踩冒烟,今天也必须要跟猎豹拼下去,羚羊好几次都差点被猎豹抓住,在危急关头,他都利用急速变相果果一解, 羚羊现在的目标是跑进族群,一方面能混淆猎豹的视听,另一方面就是增加自己逃脱的几率,只要能跑进族群,他只需要跑过身边的图伴,自己就能活下去,这个想法相当好,但猎豹也不傻,猎豹虽然奔跑速度快,但是续航不行,如果轻易更换目标,很有可能最终啥也抓不到,白白消耗自己的骨油, 所以猎豹就死定了那一只羚羊追,这把那小羚羊也是气够呛,这他马上打出窝里去,被追的羚羊东管西管的又跑出去族群,这下可能就要玩多死了,羚羊现在心里害怕极了,他只想回家找妈妈,可他的妈妈并不搭理他,悲剧的小羚羊没有办法,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往前奔跑,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小羚羊坚持不了几分钟, 毕竟自己的对手是草原法拉猎,很快,小羚羊就被猎豹追上了,并且一气滑铲滑到了两脚肉的铁皮车下,这是真特喵的晦气,猎豹上去就对羚羊实施了咽喉肿动的手术,无处可逃的羚羊被猎豹拿捏得死死的,猎豹直接将羚羊从铁皮车底下拖了出来,这真是我擦了,轻轻松松又搞一餐,擦了个擦了,两条无所事事的猎老二,突然望向同一个方向,原来是发现了 打工豹,以及打工豹嘴里的羊肉,打工豹正端着羊肉走在回家的路上,忽然,他感觉有点不自在,背后凉松松的,难道有谁要搞偷袭,我擦了,猎老二按拿不住要过去抢羊肉了,看见羊肉的猎老二哈拉的,早已经游了一垫,轻轻松松,打工豹的羊肉就被猎老二端走了,打工豹躲在树上,也是感受不敢言,真特喵的晦气,猎老二是真的狗狠话不多,他们抢了羊肉,当场就开始喧了起来, 吃饱以后还要把没吃完的打包带回村子里,毕竟家里还有小猎狗带等待开饭,这就把打工豹害苦了,他原本以为猎老二吃饱了还会给他剩一点,毕竟自己也有小豹豹要养,可没想到这些个栽舅子,愣是一点都不给他留,这他马上打桌里去,虽然打工豹老是被猎老二抢,但是他的心里并没有显得很胶着,因为这货还留了一手,所谓猫无远率必有机油,在这棵高耸入云的大树上,打工豹还藏了几斤腊肉在上面, 他知道自己经常被抢,自己没吃饱问题不大,但不能饿着小豹豹,树上的腊肉就是给小豹豹准备的存粮,虽然肉质已经没那么鲜美了,但有的吃红笔饿着强,凡是那些挑食,这不吃那也吃不下的孩子,多半就是饿手了,但凡多啊,他两顿,青汤面都能缩下去两碗,打工豹上去取腊肉的时候,自己也忍不住先炫上粮口,今天忙了大半天又给别人打工, 此时的小豹豹已经在树下娃娃叫了,他让他的妈妈赶紧把肉取下来,遭不住了,我擦了,打工豹真是操碎了心,养麻不容易,但日子总得要过,打工豹提着几天前晒的腊肉,也不知道晒的什么玩意儿,看起来好像也没多少肉,但是呢,小豹豹吃一顿问题还是不大,只不过吃完了这顿,打工豹又要出去打工了,毕竟存粮已经被吃完了。 打工了,打工了,打工了。